为了铁路高架化而增设的台中车站第三月台 因为古迹维护考量延后两年通车 这天终于完工启用 交通部长林佳龙这天前来视察 表示第三月台的增设 每天可以增加750人的旅客载运 同时提高列车路线容量约66% 因此对于未来捷运铁路的供购将有很大的帮助 听取简报说明第三月台施工前后的概况 交通部长林佳龙这一天特地到台中火车站视察 因为这座月台原本两年前就该办公 却因为高架化工程发现台中车站的第一代车站 为了古迹维护 延到今年8月才办公起用 我们看到的铁路的高架捷运化 还有包括捷运绿线即将通车 蓝线也核定了 特别是另外的公路网 我们过去要推的三环三连七串连 都在现在交通部里面一步一步在落实 为了铁路高架化 跟台中捷运共够衔接 因此在既有的两个月台中 又规划出第三月台 来输到未来增加的载运量 而第三月台全长330公尺 快6公尺高1.2公尺 更增加了两个古道 来提高后车空间跟列车的载运量 目前车站的三阶段完工之后 我们当然路线容量就会增加了 台中车站它又可以担任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始发站 现有的两月台三古道 它没有办法扮演这种角色 那现在应该算是一个完整的车站 旅客的一个速运就增加33.5% 我们的列车容量可以增加67% 第三月台的增设让台中火车站 如今才终于算是一个完整的车站 而对于书姐未来铁路捷运转成的载运量 将有很大的帮助 这里将台中采访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